日本滋賀縣是著名的畜牧農業縣 位於滋賀縣東南部的農業公園布魯美之丘 自然環境優美 還可以近距離和可愛的小動物們互動 因此成為很多人週末驅車前往放鬆身心的場所 布魯美之丘是以德國農園為原型建造的體驗型農場公園 通過在自然中遊玩和各種體驗 讓遊客融入自然放鬆身心 是十分人氣的度假勝地 玫瑰、繡球花、向日葵等花卉絢爛多姿 山水綠林間遊客們泛舟湖上或乘坐森林小火車 欣賞優美的自然景觀 園內顯眼處放置有當地居民手工編製的茅草環 向神傳達敬意和避開瘟疫的願望 編製茅草環是日本民間信仰 很多神社每到種下都要舉行茅草祭 人氣的釣魚池邊全家出動鄙視一番 小朋友拿起魚竿掛上魚耳全神灌注等魚上鉤 以體驗預化為目的的釣魚 釣上來的金魚稍後會被放回池中 競技塔下聚集了許多家庭做著挑戰前的準備 共72種項目除高空路線外 還專門為3歲以上幼兒準備了低空挑戰區 小挑戰者們的勇氣和認真全然不亞於成人 農業區內不僅能看到澳洲稀有鳥類兒苗 零距離餵食澳洲袋鼠羊等動物 還能看到世界最大鎳齒動物水豚 除了大型動物外還有小動物觸服屋 在這裡能夠撫摸豚鼠和兔子並給牠們餵食 此外還有兒童騎馬場 射箭、滑草等眾多項目供人體驗 玩累了的遊客匯集到休息區 來一份冰淇淋冷飲坐在傘下歇息 小氣候繼續遊園之旅